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之前我就去了沖繩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沖繩的時候買了什麼 我去之前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朋友跟我說 沖繩其實是沒有東西買 不適合你去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了根本就不是一個地方有沒有東西買 而是去那個人的購物浴究竟有多旺盛 我想說 你們說沒有東西買的地方 我是買了這麼大袋東西回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那這次就先由沖繩去講起 平時我去日本也不會特別想買衣服 因為通常看到那些衣服 心裡都會想 如果這些衣服在淘寶買 應該都是四五十元就買到 有這種感覺 但是這次我也買了少許衣服 我現在馬上去拆給你們看 但是我不會穿上身的 因為沒洗過的衣服 我不會穿的 這一件就會是一件很普通的黑色衣服 因為它的領域比較闊 所以你穿上去的時候 它感覺就好像裡面有件打底衣服 然後露了一個繩位出來 它的價錢是1900日圓 但是那時候是有折的 所以大約是100元左右 然後第二件就會是這件紅色的冷衣服 它是一個闊領 然後後面是有三顆扭的 但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就是我喜歡它這個位置有袋子 大家都知道我對所有衣服裙 有袋子的時候就會失去理智 所以其實也不貴 好像是1900日圓 然後又有折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的這個 我完全是同心未聞 這件是1000日圓 就可以買到一件紅色的睡衣 它是全身睡衣 它只需要70元而已 而且它的質地呢 是這種軟綿綿的質地呢 我現在看上去已經超舒服了 衣服呢 我只是買了剛才的三件 然後就是一些袋子 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在日本買袋 因為其實我已經有很多很多袋子 但是這次呢 我又很不爭氣地在日本買了三個袋子 第一個呢 就想說這個手腕袋 其實它這個長度呢 現在呢 也是剛剛好可以上去的 但是如果你說冬天的時候 你穿一些比較厚的衣服的話呢 那它可能就比較純粹了 那它的質地呢 是一種鴿棉質地 所以其實它是有厚度的 你會看到這裡裡面是軟綿綿 是有棉花的 那你近看是會看到一些 箭嘴形狀的黑白 黑白雙間的 還有它是有壓線做了一些菱形 在這裡呢 我自己就很喜歡 因為其實它配白色衣服呢 是很好看的 之後呢 有兩個袋子呢 就因為有選擇困難症 想不到買什麼色號呢 結果我兩個色都買完的 那就會是這個邪背袋了 這個袋看起來很迷你 但其實裡面都放了很多東西 是我平時用來放Chopper用的 它好像是1500日圓再有折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 在我完全想不到買哪一隻顏色的情況下 我就包了這兩隻顏色 那之後就是一些無聊的東西 我自己呢 就是在水族館那裡買了兩條毛巾 我覺得它們很可愛 是嗎?Chopper 是不是很可愛呀 對啦 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常用毛巾 你知道放Chopper又要上山下海 我就不喜歡用紙巾抹汗的 平時鼻敏感已經用得太多紙巾了 我已經很有罪惡感了 所以抹汗就一定是用毛巾的 所以我都會收集一些很可愛的毛巾 是不是很可愛呀 然後就買了一些沖繩很土產的東西 例如這個黑糖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一定要吃咖喱 他們也都出很多款咖喱 我這次買的這一款就是一個咖喱cream 應該就是忌廉和咖喱混合出來的咖喱磚 我覺得挺有趣 買來試試 然後還有這些即沖的湯 我自己喜歡放在公司那裡 如果很餓很餓的時候 就會沖一包來喝 就可以頂肚子 但又不會太飽 還可以也不算太高卡路里 然後我就買了一大堆minion糖 是不是很可愛呀 所以他們的樣子 我是包了他們全部款式回來的 對了 其實呢 這次去日本 除了我買東西給自己之外 我也買了很多份禮物 會送給大家做手信 不過我就不會在這條影片那裡說的 因為這條影片應該會很長 我就會今天拍完 但是就會過幾天的時候再上載 就會告訴大家我買了什麼給大家 以及如何參加 giveaway 這裏其中呢就是一件給大家送的東西 多得有觀眾提醒我呢 在日本一定要去100日圓店買我最喜歡的洗泡水 而且是舊款來的 所以呢 我都入手了三支 不是四支 因為有一支已經開了來用了 然後在100日圓店 我都看到這個美人魚的索繩袋 它是眷面亮亮的 我自己也挺喜歡美人魚 而且它也是7元而已 沒理由不買而已 好了 說了這麼多雜物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我們的美妝保養部分了 我這次真的好收斂的了 因為真的有太多東西還沒用完 這兩樣呢 我已經跟大家說過10萬次了 就是我最喜歡用的卸妝油 以及我最常用的去角質化妝水 這兩樣是我去日本一定會補貨 我這樣看一下補多還是少的 因為家裏還有存貨的關係 我就每人只買了一包回來 這次 然後補貨必備的還有Modeliner 我都只買了一支 我超後悔不知為什麼沒有買多幾支 唉 不過應該都夠熬的 然後Modeliner同一個牌子 我就買了一個他們出的Mascara 因為我之前已經很想試的 但香港也買得很貴 而且經常都沒有貨 所以這次我去日本的時候 就選了一支來試 看看他會不會挑戰成功 贏得我最喜歡的Dolly Wink 然後呢 就有兩盒護髮膜 這個是Shisado的Fino 不密身 我也說過 因為在日本實在便宜 香港太多了 所以我也忍不住買了一盒 這個香港出了沒有 Zubaki他們的一個護髮膜 我就看到它金光閃閃就買了 但其實它不算便宜 它差不多是Double價錢 比起Fino 所以希望它的效果也有Double的好用 然後呢 就是Nivea的這一支Marshbello Care 它就是一支泡泡的Lotion Body Lotion 它擠出來是泡泡質地 然後塗上身是很薄 但是很水潤的 它不是那種滋潤 它是水潤的感覺 我自己塗完之後試過都沒有敏感 所以我就很大膽地買一支回來試 然後呢 就到Nivea的這一支Hand Cream 我也是非常喜歡用 這一支Shop系列的Hand Cream 香港人應該是沒得賣的 我沒見過 所以我這次買了四支 一支留給自己 三支是用來Give away送給大家的 然後就有這個Heavy Rotation的眉Gel 我想說呢 其實我第一次用眉Gel的時候 都是已經用這個牌子的 那時候呢 我就不知道它的好 我覺得它也不錯 用完之後呢 我就買了其他牌子的眉Gel之後 我就發現 原來你是最好的 對呀 我是用過Eto House 還有Rimo 我也是覺得 一般 所以呢 我又重投回它的懷抱 而且這次終於買適色了 大家看到我的眉 是不是跟我的頭髮比較配 比起上十幾二十條影片 我覺得這次的眉已經好很多了 之後呢 就買了這一支的透明質酸 但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看到它 跟一支粉紅色很高樽的那支 做一個set的 但其實說真的 我只是對這一支的透明質酸 10ml這一支有興趣 所以它這次是有單買 我就沖了去買了 這一支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除了單茶之外呢 它還可以加上一些 你覺得平日比較稀 不夠滋潤的化妝水 精華也好 或者是粉底也好 你都可以把它加進去 令它的滋潤感提升 冬天的時候去度過 我自己就很喜歡它這個概念 它是可以說到自己很百搭的 所以我就這次終於買來試了 然後平日不捨得買的 還有FANCO FANCO呢 其實我又不覺得它貴到我買不起 但是最慘的是買完那支 要一個月用完 我又覺得我做不到 所以一直以來 我每次去日本 都會入FANCO看 但是都沒有買的 那這次不知是Family Mask 還是在Lawson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十日份量 立即沖了去買 除了有Toner之外 還有一支Lotion 所以這一支我覺得1200日圓 都很划算 用來入手試試 究竟這個是不是真的 那麼神 那麼好用呢 眼線呢 除了買我最喜歡的Modern liner之外 這次還試了一個新的牌子 那這個牌子呢 就叫做Petit Child 我試的時候呢 就覺得黑色是很黑的 但是啡色呢 就嫌比我平日用的Dark Brown 稍微淺了一點點 但是我照是兩支都入了手 其實呢 我未試上眼 但是呢 想當日呢 我將它試在手那裡 回到家 酒店那裡 洗澡之後呢 它是完好無缺的 所以我對它的期望呢 都很大 之後呢 就到這一盒的眼影 我純粹呢 在美妝店的時候經過啦 然後試上手 看到它很閃 我就買了它回來試了 它裡面呢 的盒子是這樣的 這款 然後呢 剛才嚇死我了 一打開呢 它是磨砂面 原來它有一個蓋 那這個蓋應該也很好 它可以防止裡面的眼影去變乾了 你知道閃粉這類型一乾了 就已經搞不定了 我試給大家看 嘩 我這些閃小眼影 簡直看到它是深深眼 咦 它是韓國做的 哎呀 不知道如果韓國有沒有買呢 我這個顏色是05號色 哎呀 我有點想包色的感覺 大家在韓國有沒有見過 這個牌子 然後去到日本呢 總是會給一件東西吸引到的 就是潤唇膏了 不知道為什麼它整排放在這裡 之後呢 你就會有一種魔力去那裡 拿回一兩支來買的了 這次這一款呢 好像香港是不是都可以買了 萬壽倫敦的這隻 金色包裝 它就是寫著高保濕 我對於高保濕這三個字 又是完全沒有抗體的了 就買了一支是沒有味的 和一支Honey 然後就買了回來 應該都會送一支給大家做給大家的 香港有得買 你們都不介意收的了 然後呢 被包裝吸引了 也是這一支的萬壽倫敦 大家看一下 評一下你 它的包裝是不是很漂亮 但原來打開出來 買了之後呢 我就發現了 它是一支超普通的萬壽倫敦 只不過把它變成一個正方形 塗完上嘴之後呢 很快就沒有了 就當普通平時不停塗 或者不化妝的時候 用來補嘴都可以 但是我不會推介大家去買這個 然後呢 我就買了一支XL的唇膏 這支的色號是GB06 我又是不知道香港有得買這些那麼新的顏色味 你都知道香港其實很多東西都很outday的 在化妝品來說 很多時候外國已經出了的東西 它都是沒有得買的 所以呢 我也不理香港有沒有得買呢 就直接在日本買了 這支XL的唇膏做得超高貴 它三面是黑色 然後這一面是金色的鏡面 而且不是亮面是少少磨砂的 那我這次買的顏色呢 就是比較專紅色 比較適合秋冬去塗的 我覺得過了的看上去鮮色了 那我真實看上去就沒有那麼鮮色的 嘩 為什麼大家覺得這支顏色 其實我真人看上去真的沒有那麼鮮色的 然後呢 在開架化妝品呢 我還買了這一盒眼影 它呢 是Rimmel的 是不是很可愛呢 這個包裝 雖然它的顏色配搭了一些老巾 還有一些鬼打牆 但是呢 其實這些這麼白搭的顏色是非常之好用 也是放在Office的一個非常好的化妝品 哇 好滑啊 然後這支應該是最深色 還有 最閃的顏色 這個粉紅色呢 其實它不會過分粉暖 或者是過分Sharp 所以其實放在眼裡也不會眼腫的 這個粉底真的超難找的 整個沖繩 好像只有一間Shisee有得買 還有機場都有 但是就沒有我的顏色的 那我買它的原因呢 就是看到Hakmi說它很好用 它自己本身也買化妝品的嘛 那連它也覺得很好用的 沒有理由不試 也不貴 我覺得是值得試的 那如果真的很好用呢 我也會跟大家再說的 之後呢 就買了同一個牌子 但是兩個不同的產品 都是一個叫做Make Me Happy的牌子 都是一些香味的產品來的 那兩款都是同一種味 這一盒就是香水膏 而這個呢 就是噴的香水來的 其中一樣呢 我也是會作為Give away的 那就會到時給那個得獎者 去選擇它要香水膏 還是噴的香水啦 你不要期望它是那些 可以保持很久的香水啦 但是聞下去呢 我自己當時試過呢 是真的超香 我對於香氣呢 是比較慈窮的 總之呢 我就是覺得它是一種 不會很熟氣 都比較清香 但是都比較女生的一種香味 說了那麼多化妝品之後呢 我就買了一種新的卸妝油來試 那它是花黃出的啦 那就是MUO的卸妝油 這一種都不是容易找的 不是每一間的藥妝店都會買得到 其實它上網的評價都很不錯 那我就買來看看它會不會打得贏 我的超級便宜的Softimo卸妝油啦 畢竟我都用了五六年 那所以呢 我都很少特意去買其他卸妝油來用的啦 你一定要好用啊 我呢 是買了這麼多隻的chiple唇膏啦 超划的啊 這隻的唇膏呢 是賣三百多yen啦 那就是三十元都不用就有一枝的唇膏啦 那其中 有兩枝呢 我都會做give away送給大家的 那有三枝就會是自己keep的 那它裡面一打開 就是一個這樣的銀色子彈形狀啦 那看到它的顏色呢 你一看下去就知道它是潤身那一種 我是沖繩的時候本身是買一兩枝的 然後之後試了啦 覺得瘋了 太好用了 那所以呢 我就再入手了多幾枝 那兼且就買了一兩枝送給大家去做手信 其實這個銀色的子彈形狀呢 是一個唇膏心來的 它另外呢 是可以再配一個唇膏殼的 那我自己覺得單用都ok 但是送給大家give away我沒有理由這麼寒酸 送個唇膏心給大家的嘛 所以我照買了唇膏殼 有黃色和有白色可以給大家選的到時候 那 那 我覺得小小心意啦 好啦 那我終於分享完我的沖繩購物Haul 好累啊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分享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雖然由現在開始到12月呢 我盡量都可以一個禮拜加多一條片給大家 但是至少我會promise 一個禮拜最少真的有兩條片的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bye